我們聽的聲音就是刺激耳窩 接著經過聽覺的神經線一直上到大腦 為什麼有耳鳴呢? 耳鳴其實有很多原因 了解耳鳴,我先了解耳製結構 耳製結構分為外耳、中耳和內耳 這是外耳道,經過耳幕後 後面有一個中耳 中耳打喉其實是內耳,有耳窩平衡系統 我們聽的聲音就是刺激耳窩 接著經過聽覺的神經線一直上到大腦 為什麼有耳鳴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聽覺差了 聽覺差了就是有某些聲音 無論是高頻、低頻、中頻都好 隨便一個聲音差了 差了少了刺激給腦 其實在腦缸裡面會有些訊息會產生出來 好像是在聽一些東西,令你又有耳鳴聲 情況就等於好像你進了一間房間 有一個很靜很靜的房間 有時候你都會聽到一些聲音 都是一樣的 因為進了一間房間之後 其實沒有東西刺激到耳製,沒有東西刺激到腦 有時候腦會有少少的訊息出來 就好像你在聽一些東西 為什麼會突然間有耳鳴的情況呢? 原因也會有很多 兩種重要的可能性 第一,就是一些病毒的入侵了 入侵了內耳,破壞了內耳 令到耳鳴,甚至聽覺都會變差了 第二,就是一些微細的血管 供應耳窩,供應神經線阻塞了 令到有些破壞到耳窩 破壞了聽覺的細胞和神經線 令到聽覺變差了 從而會有耳鳴的出現